努力的用氣音表達 脖子上還看得到 長長手術疤痕 24歲的曾先生 在2023年台風天 下班騎車回家路上 被掉落的電線繞緊 氣管嚴重受損 搶救回性命後 當時只能用氣切管呼吸 鼻胃管禁食 曾先生很難過 人生才正要起飛 後來台大醫院的氣管移植團隊 將其他人捐贈的主動脈 植入變成氣管 曾先生术後第四天 就轉回普通病房 2024年4月移除氣切管 存活超過10個月 現在正常禁食 順利回到職場工作 而這是全世界首例 用捐贈主動脈 重建重大氣管創傷的成功案例 2024年7月 登上美國胸心血管 外科雜誌技術專刊 受到國際注目 台大醫院至今 已經累積5例 重大氣管病變的 主動脈組織工程 重建或移植手術 其中3例長期存活 成功率達60% 主動脈有一個缺點 是比較軟 大家知道主動脈 是之所以維持遠遠的形狀 是因為裡面有血流 壓力大 血壓高 但是如果是沒有血流的時候 它就會塌陷 所以這個方法用主動脈 除了把主動脈接上去之外 還要裡面放一個支架 但是很神奇的是 不管是法國的團隊 還有我們的團隊 都發現說 主動脈種進去氣管以後 它慢慢的會長成氣管的結構 裡面會長氣管的黏膜細胞 然後主動脈臂裡面會長出軟骨細胞 軟骨細胞長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維持硬度 所以支架就可以拿掉 所以我們把這個叫做 組織工程再造 這是氣管移植的重大突破 在過去世界各國研究團隊 是用幹細胞組織工程技術研發的 仿生氣管來移植 但發生很多併發症 直到2018年 法國馬丁娜教授團隊 發現可以用捐贈的主動脈 植入患者體內 而病人也不需要用抗排斥藥物 氣管的病變大概分三類 第一個就是長腫瘤 第二個就是因為疾病狭窄 譬如說在亞洲常見的就肺結核 有時候是氣管結核 那個會引起很長段的狭窄 第三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曾先生的重大創傷 所以大部分是這三例 所以如果你切除的範圍很短 氣管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其實可以拉過來 但是它沒有辦法像腸子那樣 可以拉很長過來接 所以大概超過四公分 五公分就拉不過來 那拉不過來就要用 其他的方法來取代 肺結核在亞洲很常見 44歲的范先生是肺結核患者 他也是亞洲第一例 用捐贈主動脈 做組織工程氣管移植的人 至今已存活超過三年恢復良好 這個時候肺結核 所以導致氣管狹窄 然後一到冬天或是天冷的時候 就會比較喘會咳 我當初那時候有 就是有做支架手術 把它撐打 可是就是有滑脫 所以之後才做移植手術 重大氣管病變死亡率高 主動脈組織工程重建 帶來曙光 而在之前 其實經過相當長的動物實驗過程 像是去試試看 用人工合成的氣管 最早期是2017的時候 開始郭哥會一個大型的企劃 那時候跟台灣大學的 其他的系所的老師合作 去做這個人工合成的氣管 那但是那時候其實 也是在兔子上面去做 相容性的試驗 然後就發現 其實就是第一個就是 相容性它容易造成 比較明顯的排滯反應 所以就會長一些免疫細胞包圍 再來就是說 裡面就會開始卡痰 因為它不太會再生新的 上皮細胞 那接著就是會有一些塌陷 人體捐贈的主動脈 效果不錯 但來源有限 因為台灣器官捐贈的人不多 這是考驗 而現在台大打算向 衛福部申請 成為常規醫療手術 健保給付 幫助更多氣管狹窄 或重大創傷的病人 能恢復健康 TVBS新聞 陳如環王一節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